Hello 大家好 我是苹果 现在咱们来到珍珠番石柳这边 最近4月1号到4月10号 今天是4月7号 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修剪这个番石柳 咱们现在修剪的话 就是9月份跟10月份的果 也就是说是中秋节跟国庆节的果 所以如果你是种番石柳的 一定要修剪 它是修剪来花的 修剪直到长到四五片对叶的时候 它就来花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边做的一些事 就是一直在修剪 大家看到了 把这个中间床木掏空了 平平了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腕万过去一平的 就跟我们骑胸高一点 比我们下巴低一点 相当于1米2这样 这个高度 要把这些中间全部掏空 大家看到了 你看 全部剪一直剪 这些中间都不要流的 就像流外围这种 就像流外围这些 就像流外围这种 这个一千卖围的 大家看到了 像这些就是嘛 这些还有一些果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我们果很大个的 只是这个还不是可以采摘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些的果都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很多树的基盘都是这样 这个树形树干是比较矮的 跟我们人这么高 比我们今天 就是跟这里的话 就是人这么高 1米6这里 再下来就是1米2 就是我们修剪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些修整的痕迹 一直剪 你看这里也是 剪了之后 你看这个发芽了 中间就是一直剪 中间你看那些掏空了 还有那边掏空 就流外围的这些枝条 还有水平向外长的那些 到时候你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剪了之后 它一对叶 两对叶 三对叶 四对叶 五对叶 六对叶 七对叶 这里就来花了 来花开花结果了 然后你把这里剪掉 或者你在留 这里有两对果 不能留太多 把这个剪掉 剪掉之后它又发芽 八五六对叶的时候 它又开花 给你看一下 这一出就比较明显了 你看这里就是剪掉了 这里 这里是剪的很近 大家看一下这里 你看一对 两对 三对 四对 五对 六对 你看 六对叶 这里来花结果了 所以我们又把这里剪掉 又来花结果 对啊 你看像这种就是了 你看现在一对 两对 三对 四对 这里是第五对 然后慢慢又来花结果 所以饭石流就是这样修剪的 我们这边的果的话 现在果还是有一点的 在底下这里 你看垂下来就先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这些果 我们果都是很小个就套袋了 然后就 然后现在呢 也也施肥了 但是还没有回田土 也挖空施肥 三一份 一般是三一份是有机肥 10公斤或者15公斤的有机肥 其实跟清早是一样的 刚才上一期视频 咱们讲的清早 咱们讲的清早 就是三月份施肥 三月中旬施肥 三月底就修剪 修剪就是中秋国庆的果 也就是九月中旬到十月到国庆的果 大家看一下 目前呢 这些都是果 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 半十六果 我们很小个就套袋 所以这里面没有 从后面就不用打病虫害的药了 因为我们套袋的嘛 里面就是这样 很不错的 很大个的 大家看到一下 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现在半十六要做的事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